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是民间局势 很高兴来到我们的生肖性民学 今天我要讲一个 也是很多人常常犯的毛病 爱吃到 也就是说 跟人家约好的时间 往往他最后是要拖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当然这属于比较严重 甚至有人拖了好几个小时都有我 当然一般人迟到十几二十分钟也是算正常 可是在我个人认为 迟到其实是一个习惯问题 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爱迟到 从年轻时候就开始 等到年纪成长了 有一次在餐厅里面打工 做点小外快吧 做点小小事情吧 他也是老爱犯这个毛病迟到 最后有一天老板把他找来了 我说你把账结一结 薪水淋淋 明天不要来了 我问为什么 我说你既然爱迟到 你到别的地方就迟到好了 我们这边因为我们是服务人类人群的 人群我们人手本来就不够 你老爱迟到影响到人家 影响到生意 你还是走吧 其实老板这样做不是害了他 是为了他好 为什么他现在还年轻 工作要早还是有 可是你不给他一次教训 他不知道迟到是一个大问题 他以后出去找到一个工作 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他如果说要记取这个教训 保持一个很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 什么事情 事先先计划好 先安排好 不要急急忙忙的 匆匆忙忙的 就去做事 规划好了 时间充裕点了 该做什么就好了 你的事情一方面 别人顾你也值得 别人也会很信赖你 也会给你很好的工作机会 所以这一次他讲 我这次跟你开始是问你好 你自己想想看怎么办 OK 就是我今天讲的爱迟到 这是一个真正不是一个好习惯 再来我要讲一个朋友的名字 李宇杰 1973年生的 今年50岁 已经找到结的四点火 重点我先讲一个四点 一般四点有人说是水 其实是火 不是水 水是错误的说法 所以四点说火 他是魁丑 丑是土中藏水 是水之库 但是有一句话 四点熟火 也是马 五马 四股白马 怕轻流 是一个怕的格局在里面 所以光是这个行客 就让他的所有的格局 泡掉了 前面其实都还不错 走到50岁以前的木跟水 也还可以 51岁以后 明年开始 这个气接上去了 所有前面的好 瞬间 他会感觉到 哎哟 天地变色 因为前面都还不错嘛 水生木 水生木 然后呢 宝盖 然后雨是我 有人把他当成牢 其实流 放在里面是牢 牢靠也可以做牢 所以也不能算坏 尖牢 有人是把他当成尖牢 其实各有各的解析的 是要看结果好不好 结果不好 真的是被困了 就是因为51岁手 这个四点火 马 又是白马怕青牛 然后 火生土 水克火 所以就变成这个整个格局 不对了 所以他的人生 就是这么一点 是让他所有以前的努力 以前包括年轻时候念书 虽然 准备的很多过程还都不错 可是因为结局不好 他原来考第二名 第一名都有可能 可能他的结果是考到第三名 也就是说他的志愿 第二志愿没有可能 只有第三个志愿 所以他的辛苦有份 享福没份 结果破局 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 因为男人的名字 其实前面都很好 已经是不错 可是最后的这个结果 不要变成有个行客 有行客的话 会让他的格局会会掉 会整个掉得很惨 有点破还无所谓 不能不能有这种很大的冲克在你 所以这个你是唯一差的 前面是大男子汉 做事情也都不错 人际关系很好 父母缘很深 所以长得很蛮人 德纪人缘的也长得蛮帅的 也很有难起气魄 可是为什么老天爷好像 这个时候忘了他了 没有给他应得的他的福分 这个也代表他的口福 他的口福不好 他属于拼命伤了 所以这个名字也不能说不好 他是一个标准的军师格局 军师意思说是什么呢 凡是找到他 他可以跟你做得很好 规划得很好 而且得出的结果也很好 可是轮到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一事无成 所以很奇怪 同样事情 为什么搬家做可以 搬自己就不行 就是这个地方出问题 所以这名字可惜了 所以让他的双脚特别注意 他的脚会容易出问题 然后排便系统 还有筋骨 这些地方比较筋骨 都不是很顺 所以这个就是建议 50岁的年龄层 正好是接这个气了 所以可以考虑考虑 好吧 这是今天我讲的第一个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 黎林燕 2001年生的 今年22岁 是新世兰 他的名字 整个探讨来看 因为他22岁了 从21岁开始到40岁 还不错 为什么呢 羊 再加上一个发号施力的例 蛇 羊 跟马 走三会 所以他的格局 有三会的格局 然后就可以发号施力 所以他人际关系不错 男性朋友 男性朋友 女性朋友圆也很好 口才也不错 所以他表达的也是 可以当作销售人员 这是属于标准的公关 销售人员 可是问题是在第三个字 燕 底下是个日 然后一个马夸鞍 对蛇来讲 蛇见到太阳要脱成皮燕 所以这个格局是让他的事业 永远是辛苦的 因为做什么事情都好 感觉都那么痛苦 但那就是辛苦了 你如果是做得很愉快 发展得很好 也不会辛苦 也不会累 可是你这个日用下来 对蛇来讲很不公平 蛇最怕见日头 然后这个女字安 因为他是男生 男人的名字 只要缝到一个女字边的偏旁字 就代表有小人 翻来第三个字的小人 是代表财 像小人一样 这表示财跟你无缘了 那他是小人 口服就没有了 财运就没有了 然后事业也无成了 最后第三个字 从41岁开始就非常非常的差 也代表小时候 读书的时候 因为20岁以前 逢人逢儿都 对蛇来讲都小 有杀伤也不大 然后中间还不错 所以他的真正的问题点 就是在41岁以后 格局破掉了 所以这很可惜 也就是使他的双手 双脚 脊椎 泌尿系统 拍变系统 筋骨 脑神经衰弱 破相 他的问题就那么多 文艺好就是说 这个李因是用的还算不错 可是这个李因只不过是个20岁的年龄之间的好 是今年22岁 当然还刚刚好要接去 可能他还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当然我也是希望他的这一生 不要像我想象那么严重 可是事实上他可以验证一件事情 他小时候练书 开始他也不是很专心练 普普通通练 可是结果他再努力也得不到好成绩 他功课会不好 父母会操心 父母操心又没用 你怎么鼓励讲他他没有用 他就是考不好 所以父母甚至不能陪考 如果说二十二十还在列书的话 记得重要的考试他不可以陪考 当然出门这种格局也就是要戴眼镜了 这是我经常提到问题 戴眼镜会把他的脸上的不容易长斑 不容易破相 然后出外找工作比较好找一些 脑神经衰弱这些毛病都会改善一些 这就是李林彦我给他做的分析 再来我要讲一个叫做温兰 1979年生的 今年44岁了 他的艺名叫温兰 中间没有这两个字 因为是艺名 所以他姓曾 叫温兰 对这个羊来讲 其实不好的地方就是在温这个地方 兰其实还算可以 还算可以 当然大姓不好了 大姓羊出头又逢日 就是21岁以后就牺牲了 他今天44岁了 温兰又是个日 这边又是水 兰属相逢一旦修 第二个字整个破掉了 也代表他这一生的情路不好 人际关系都是他的为人辛苦 他都是为人要牺牲 包括兄弟姐妹 尤其是 尤其是 还包括妈妈 这个位置是妈妈的位置 都是日头 所以他这一个名字 从40岁以前 是让家人操心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过 41岁以后 这男子用的算可以是到哪里的 这是个山 这边有点像鸡子旁 这边有一个虫 羊上山头 不错 羊在悬而峭壁上都可以拿来去自如 然后鸡子也代表是虫 代表蛇 虫也是蛇 也是老虎 那么我们以蛇来论 蛇跟马跟羊走三会 所以他第三个字 好着好着 这边没有破 这边算还可以 这个第二字 第三字 他人 袁英成 如果说真正要算 因为这边有破局 要到46岁 这个阶段之前还是很辛苦 44岁 还差两年 所以温兰 算是一个表现还不错的一个演艺人员 可是因为名字 用温兰 用的很 而且这个温兰 还是属于男性用名 不是女孩子用的名字 所以整个第二字破局 所以他的 假设有情路 因为情路不好 他会挑男人的责任 甚至包括全家的责任 包括夫家跟良家的责任 他都会挑 所以这是一个挑责任的女人 事情她愿意做 可是索性她结果还不错 老天爷会还她一个公道 会让她辛苦归辛苦了 年纪越大 她会过得越愉快 因为44岁了 整个气都快结上去了 所以温兰 这么讲的 真不能改了 温兰过了40岁了 所以第三个字 而且还不错的话 可以算是好命运的 所以我还是恭喜她 后半月子不错 所以今天我要讲的名字 谢谢各位